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样等短开场的时间 为您扫描一下 本周美股三大股指的走势 这星期对于美股的投资者来说 并不是很好的一周 因为在美股前面四个交易日 有三个交易日 标普还有道琼斯指数 都是大跌的情形 我也有纳斯达克一枝独秀 撑住了整个美股的盘面 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什么呢 周一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即将逼近 同时 赛琼斯也取消了和中国的贸易谈判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 道琼斯指数还有标普都出现了大跌 但当天只有纳斯达克撑住了整个盘面 主要就是靠了影音串流巨头Netflix 当天大涨了2.3个百分点 来撑住了整个纳斯达克 避免出现沦陷的一个情况 而当天跌最深的蓝筹股 分别是Poin还有GE通用汽车 星期二呢 特朗普同样重申了美国第一的立场 在贸易谈判强硬并不让步 这也让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 出现了死胡同 当天包括福特汽车还有通用汽车 都是纷纷出现大跌的一个情况 当然当天整个道琼斯指数 还有标普是继续的跌 不过那科技股指数呢 包括是苹果亚马逊 还有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都是出现了大涨的一个情形 星期三美联储一如外界的预期 他们升息了 这是2015年以来的第八次的一个升息 同时美联储它也调高了美国 今年2018年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评估 把经济增长率GDP调高成3.1个百分点 在这之前呢 美联储的预估是2.8个百分点 不过呢 当然道琼斯指数 还有纳斯达克指数 还有标普指数呢 都在美联储宣布升息之后呢 市场出现了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形 星期四呢 整体市场终于出现了全面的一个反转 当天也是靠着科技股来立功 苹果当天是市场上涨最亮的一只股票 原因是因为摩根大通提高了 这个苹果的一个增持评级 他们认为呢 苹果已经从一家硬体公司 转型为一间服务型的公司 他们相当看好苹果在服务业上面表现 同时呢 有市场把亚马逊的整个股票提高为 它的股价提升为2525美元 这个评级呢 同时也激烈了当天整体科技股板块的一个走势 以上就是本周为您整理的美股一周总结 好的刚刚看完了我们一周的美股行情整理之后 马上回来我们的新单元火线美股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是Bren老师 大家好 是 这星期呢Bren老师要跟大家介绍一间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的公司 而这个板块我们之前比较少来着模 但它其实在整个美股的板块里面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BioTech的板块 我们要介绍这间公司叫Ligan Pharmaceutical Inc 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离我们很近 在California的La Hoya这个地方 那这间公司的股票代码是LGND 是的 那Bren老师为什么选它 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主要是想借由着这个股票呢 引发出来整个的生物科技板块 因为在生物科技公司当中啊 是我们很多投资人可以去一夜暴富的一个板块 你只需要投一千块钱两千块钱的话 可能瞬间就可以有个10倍20倍30倍的一个回报 所以呢 诱发了很多人都在进入美股的第一个 想要赚一桶金的时候 都是去选择这个生物科技板块 因为曾经我们这个沃尔老师参加过一个 就是全球交易大赛 他当时呢他就会第一比 每个人好像其实是500美元 是是他拿了全州第16名 对 然后他我记得有一次 他是得了第一名 他得了第一名的时候 他的第一桶金就是买了一个BioTech板块 然后啪一下涨起来了 涨起来之后他买了一个苹果的Long Call 然后所以他就这样获得了一个第一名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 正是因为他的收益率很高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投资人都愿意去进入到这个板块 而恰恰呢 就让很多的投资人就失去了亏损了 然后变得亏钱了 那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而是因为在整个的生物科技板块当中 其实80%都是泡沫 那因为你看他们的这个股价图上去下来 横盘不动不动不动 然后突然涨上去之后 很多人就会看 哎呀起来了 我要进去追高 结果要下去了 就被掏住了 然后就结果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 我想告诉大家在这个生物科技公司当中 80%的公司都是泡沫 那那20%都聚集在呢 比如说GILD AMGN 包括稻穷的成分股 Mercury MRK 还有这个辉瑞 PFE 这些大药 这些才是真正的好的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呢 他们有钱 他们有技术 他们就算是没有技术 他觉得 这家公司有技术 收购 然后呢 因为己有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成长 很多的这些小的生物科技公司呢 他们产出来这个药之后 他们没有一个平台 让他们去发展 去壮大 所以呢 很容易被其他公司就给收购了 所以这个是我想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啊 不要去做那些 以投资的角度去做那些 生物科技 你投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了解这家公司 那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去看他财报 你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你要看他的股票走势图 今天呢 这个LGND 是我从众多的生物科技板块当中 我选择出来的一个相对比较代表性的 因为他不是说每天横在那个地方不动 其实大家 我把这个五年期 图形其实很漂亮 我把这个五年期的图给大家放出来 一目了然 我们每天做工作就是做交易 你每天的工作可能是采访 做媒体 这个股票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天往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五年期的这个图 每天都在继续向上去拉升 为什么呢 华尔街想要去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只有两点 第一个公司是不是赚钱 第二个公司是不是有前景 那我在这个公司上面都看到了 因为他很赚钱 非常非常的赚钱 大家可以看到财报 不断的营收 不断的revenue增长 公司的这个盈利性 ROA ROE这些return 都是逐步在往上走高的 因为其实他这些公司是做一个 帮癌症研发药 血糖的这种的药 那他呢 其实跟你刚刚提到那些大药厂 已经通通都签订了合作的协议 所以靠这些大厂的这种合约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现金流 绝对是非常稳定的 重要的还就是 因为他有了很和大公司合作的这个基础 那他的引流就变得非常方便 那比如说在京东 比如说拼多多 他们都是和腾讯有关系的 因为腾讯的这个微信 可以帮他们引入到很多很多的流量进来 所以这就是他们成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在选择生物科技公司的时候 你要去选择这种质地的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成交量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每天却能在往上涨 因为很难有一个坚持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一个公司这五年的中 都可以天天的往上涨 可以证明他背后 他的公司的运作 他的基本面是扎实的 否则他就是一个一日两日的行情 不会长期成长的 是的 所以这个LGND 那同时我刚才看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分享一下 他这个公司的位置是在La Jolla La Jolla是哪里 哪一间学校所在地 UCSD UCSD他最有名的 就是BioTech这个专业 那La Jolla呢 这几年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矽谷 是做科技公司 Computer Science很强 然后现在Silicon Beach 就是我们的矽滩 洛杉矶矽矽滩 也要开始成为一个 新兴的科技园区 而在San Diego这边的 这个La Jolla呢 他是说美国要发展成一个 BioTech的新园区 那包括UCSD的BioTech 这个很强 还有很多一些大药厂 实验室前面都搬到那边去 因为他们只要做药 需要做实验 那边的气候特别的稳定 然后风光明媚 所以未来那边可能很多的一些 大的生物科技公司 新兴的公司会进驻 包括他们很多药厂 实验室在那边 那一块未来是大家值得 关注跟发展的一个地方 若对投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有兴趣的人 不妨可以在那边看一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星期的这个火线美 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话题 夏拙波罗老师想好介绍什么吗 我还没有想好 因为这个我给大家每次选的话题呢 我不希望是让大家去追涨 而我想要看到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 然后告诉大家 最好想能像今天一样 引发大家对于整个板块的思考 这样对大家的投资才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但我们是不是很想拍一个 Tesla特辑 因为今天特斯拉又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暴跌 我也在考虑到底能不能抄底 如果真的有好的机会的话 我们不建议做一个好的节目 是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说不定哪天我们会在Tesla上面做个节目 好的 是 欢迎回来CIX美洲华尔街的第一届 ico168.io比特币世界杯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的当然就是Jason老师 好的 那我们欢迎吉祥物登场 今天这个丢来的手感不太一样 是不是 也不同人丢的 对 Jackie她每次都是心怀杀心的扔东西 对 她还不改 我们新同学还不改 是 那我们来马上看一下 Jason老师这礼拜的这个收益率 有没有也有杀心 有 好的 这星期Jason老师跟Brenn老师两个人咬得很紧 Brenn老师现在还是暂时领先 Jason老师我们下周就要颁奖了 就是要这个总冠军要出炉了 就剩下您跟Brenn老师 他现在连续三周领先了 是 您这星期有大大的靠近他 但还是输他一些 对 怎么处理这个小老弟 没事 我祝他成功 真的假的 这不是街上的作风 真的真的 因为我看到他在做一些单的执行立场的话 比以前更坚决一些 我觉得进步不小 进步不小 24小时市场对于我来说 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晚上都在忙 是啊 所以你说晚上这么多事 我就还去看比特币太不近人情 所以呢我就选择一个不断性的仓位 拿着就完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随意而安吧 看情况 是 那怎么看一下这星期你这个 你现在目前 Jason老师持仓是以太币 是以太币 接下来下星期会有大幅调整吗 还是一样 下周的话我要看一看 看一看有没有不断性的机会 然后再给布兰特老师一点点压力 一点点压力 给他一点点压力 一点点就好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他能够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真的太不像Jason老师了 因为我觉得成长可能对于分析师来说 比获利更重要 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他说只要操作正确 以现在的这种收益率的话 只要不出现失误 应该是能赢 应该是能赢 我怎么听到这边觉得Jason老师这次像是陪一晚 陪着布兰老师 从某种程度上吧 就像我们对VIP的会员一样 有些单子可能我没有在交易提醒当中 但是在实时的播报当中呢 跟大家说了一些单子 这个说了一些股票 实际上也是陪着所有的VIP的会员 在玩股票 在玩股票 然后看着他们 行你这单获利了怎么处理 这单怎么获利怎么处理 真正到我自己的 我可能追求的更是一个 净结 平稳增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要装子还是老子 还是装孙子 所以呢 Jason老师现在跟布兰老师 两个人现在是差距只有两个百分点 而且你们两个现在也都是一起持仓的以太币 持仓同一个品种 所以接下来可以表现 就是看Jason老师 要不要咬着布兰老师 是 所以如果不咬的话就放过他这次 我会操作一下 这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差价 会操作一下 但是估计下周就操作一次 就操作一次都想好了 哪一天都想好了 那没有那要随意而安 好的 好那我们待会广告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呢 就想要继续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比赛的总结 就想要继续跟大家做一个比赛的总结